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緣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治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Tella,大家好 現今大家都用過電腦或手機 所以很容易出現在手腕上 我知道學術上有碗管綜合症 就是Carbotonal syndrome這個問題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聽過或經歷過 那袁醫生,在你的臨床上同類療法 有哪些療劑可以幫助我們這些患病的朋友呢? 在醫學上叫做碗管綜合症 因為叫Carbotonal syndrome 通常這個病是怎樣來的呢? 是當我們手腕裡有一條神經 叫做正中神經 是Medium nerve 是經過我們的筋件哨 就是手腕的筋件 那些套的時候呢 是受到壓力 就會形成這個問題的了 是 這個可能呢 出現在一隻手啊 或者另外兩邊都有機會 通常都是呢 就是過路 就是用手腕過路 可能不斷地來動動的手啊 就是不斷地搖 我可以叫做反的手啊 flexing的手 那導致呢 這種的筋件呢 有少少脹發炎 壓到神經 那也都可能呢 是出現在一些孕婦 一孕婦呢 有時候呢 會有水腫啊 那它水腫的地方呢 如果出水腫呢 位置在那個手腕那裡呢 始終它脹了之後呢 很容易壓到這個正中神經的 那也都有些可能呢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甲床線低 不是甲床 是剛剛相反 那這些都是有很多時候會用到的 但當然呢 最多用到呢 那些人呢 就是在 經常打字 是 或是用電腦 就是手呢 經常要這樣動動動動 那這些我們叫做重複性的勞損呢 那這個最容易引發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因為這個原因的 那症狀方面呢 通常痛啦 手啦 手啊 手指啊 會覺得痛啦 還有呢 還有呢 手腕啦 那個大子宮 或者前臂這方面 那通常這些病情呢 出現了之後呢 通常都是一種 一種長期的慢性的症狀 那加上呢 就是偶爾就有一種急性的發作 就是可能平時 總是有一些 就是不是很舒服 好像那樣緊緊痛痛的 那但是嚴重起來呢 就直接爆出來 痛了出來的 OK 那當然啦 如果這個病呢 如果你不去好好的治療它呢 那有機會呢 是會導致那個神經線呢 就是長期受損的 OK 那所以呢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去了解它的 好了 那通常呢 看那個 是不是真的這個病啦 那通常我們都叫人做這個動作 就是 將合掌 是不是 就是合掌 將那個手腕呢 彎起來合掌 那就是向上合 或者背對背的掌來合 OK 那這個呢 就會加劇這個的壓力 那會形成那種麻痺 那種痛呢 會加劇的 那這個就其中一個方法 讓你知道呢 還有它那個手的活動能力呢 是不是有沒有減低了 即是動動的範圍減低了 那還有呢 有沒有那個 就是沒有了力 就是癱瘓了 癱瘓了 癱瘓了這個症狀的 那如果看關節啦 有沒有紅腫呢 是不是 可能呢 是相對可能有些關節炎的 那就看一下呢 是不是兩隻手腕都影響呢 那這樣 因為如果你是用那個電腦 用得多一下 打折打多 那機會有兩個手 是不是 有些可能只是用那個Mouse 其實某種程度上呢 你看它的平時的工作呢 你都可以猜到 它的起因在哪裡 好了 那簡單來說呢 又聽一下病人怎麼說 那如果它說呢 它說呢 我的右手腕很痛的 還有那些筋好像縮了 那要你聽到這個話呢 你就會立刻想到 那個Cocicum 科性蠟 Cocicum這個療劑 C-A-U-S-T-I-C-U-M Cocicum這個療劑 那如果它告訴你呢 我這個問題呢 是出自當我 我以前那個手腕 曾經是斷過的 就是它曾經骨裂過的 那這個問題呢 那這個呢 你就會想到 是Cocicum Phosphate 那個磷酸鈣 Cocicum Phosphate 這個就是因為 有個過去呢 是曾經那個 斷了骨的 就和斷骨有關的 好了 那如果它也都聽到 那個患者說呢 它說呢 那個前臂呢 那些肌肉呢 好像覺得很 很短了 這種感覺 好像很短了 這種感覺呢 那這個療劑呢 就是掛起琴了 G-U-I-A-C-U-M 是一種愚創樹枝 一種樹枝來的 一種叫愚創樹枝掛起琴 好了 如果它跟我這樣說呢 當我呢 把手呢 倒在熱水裡 洗一下它 暖敷了它 那我的手腕呢 立刻覺得舒服了 那這種熱敷會舒服呢 那這種熱敷會舒服呢 就是那個療劑呢 就是Root Sox 那個野角 Root Sox 好了 那如果呢 它說到給你聽呢 那我感覺呢 好像我那個手腕呢 好像就好像一種 冤雨了 好像創傷了 那種雨了 那種的感覺呢 那這個療劑呢 就是Rooter 雲香 OK 那如果它就告訴你 我平時呢 我平時呢 是喜歡小提琴的 那經常用我的那個 右腕的 那右腕出現了這個 那個腕管情合群呢 那這個療劑可以考慮呢 就是Viola Otorata V-I-O-L-A-O-T-O-R-A-T-A 那這個就是香子羅蘭 這個療劑 就是基本上呢 就有六種療劑 可以在這方面選擇 那這六種呢 就是比較常用啦 那當然呢 不凡是有其他的 那你起碼呢 那你起碼呢 在這方面呢 去考慮一下先 嗯 那麻煩了 陳醫生 每一種療劑呢 幫我們再詳細些 分析一下 他們那個特性在哪裏 就是陳醫生說 通常你都要 慢慢問次啦 是不是 那就是問一下 他就是什麼 什麼引發他啦 是多嚴重啦 是出現了多久啦 是不是 就是這次要問他 那簡單那個做法啦 那這樣 那通常呢 如果你什麼都不懂 那有兩種療劑呢 就是那個 Cocicum 俄成男 和Ruta 雲香 這兩種療劑呢 就是 第一次你去試一下 如果你其他一些 不太知道的 那如果你發現呢 真的喔 他曾經是有骨裂 尤其是那個手腕 有些人都會有手腕骨裂的 那這個呢 就醫治骨裂的症狀呢 就是那個 Culcaria phosphoricum 就是那個 鱗酸鈣 OK 那如果那個 症狀呢 那個痛呢 是在左邊 還有呢 是凍水呢 就會舒服一點 記著凍水舒服一點 那這個療劑就掛起琴了 掛起琴了 掛起琴了 那就是那個 那個余創的樹枝 好了 如果呢 發現呢 那個手呢 平時呢 就很僵緊的 是很硬的 但是動動它會舒服一點的 而且熱水會舒服一點 這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Root Toxical Dendrum Root Tox 就是野角這個療劑的了 那好了 那如果你發現呢 其實我都想不到哪一種療劑 又沒有什麼資料 有你沒有呢 就用Root Toxical Dendrum 就是我曾經所說的 Root Toxical Dendrum 如果是發生在右碗 那那個人呢 就可能呢 是喜歡 就是他本身呢 就是 喜歡玩音樂啊 就是很 很敏感的 藝術家 這類這樣的人呢 你可以想到 在右邊呢 就想那個 Viola Odorata Viola Odorata 就是香子羅蘭 這幾天就是療劑了 這個簡單來說 通常用法都是這樣 你可以呢 就用三術師 一日用兩次 直至到你改善 那如果你 用了三天 都沒有什麼改善呢 就可以轉療劑 這個的症狀呢 記住呢 就不要期望是很快的 那種兩小時就解決了 那通常都要觀察它 幾天 那你用它幾天 那如果不行呢 那就立刻改善了 你就不用用它 OK 但如果你確認呢 它是慢慢改善中的 但就沒有好得了 那你都可以 繼續用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 好了 那通常呢 我也是這樣說 痛會療法呢 就是舒緩這個 碗管療劑是很好的 是很多時候都做到 效果是很好的 那通常呢 如果你是 就是突然之間 那些急性的發病 那我們要求呢 12到24小時 就應該會有改善的了 OK 但是呢 如果有些是很慢性的 就是出現了很多個月 或者很多年 那你都要給自己 都要幾個月的時間 就是不要要求 就很快的 會好完 但通常呢 如果你覺得它有效呢 那它就會有效的了 那你記住呢 就要持續用 用它一段長的時間了 OK 好了 除了那個療劑之外 其實平時我都可以有什麼做 那當然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要停止 一些重複性引發的病的動作 是不是 那就是要徹底休息 OK 那也有時候呢 有些人呢 可以帶一些手腕的保護 保護套 就是讓它保護一下它 這樣這樣 那這個也是可用的 但是也可以吃一些維他命B6 那也有100mg 那也有些人呢 就會用一下那個 那個凍熱的水療 OK 就是凍熱的水療呢 通常呢 都是浸那個手 熱水浸5分鐘 接著凍水浸這樣 這樣重複幾次 OK 一天可以做兩次 那這個呢 這個目的是 就是等你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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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循環呢 會加速的 那當然呢 也可以去找一些專業的 就是物理治療師方面 或者脊椰方面 那這裡呢 它有些方法呢 是可以幫你呢 是用一些手療的方法呢 是加速你那個復原的 那就是其他一些方法呢 其實呢 在適當時間呢 找得到都可以去應用的了 好 那詳細一點 每一隻療劑再講解一下 那正我實際所講 如果你什麼都不知道的呢 就第一個療劑呢 就是Router 雲香 OK 那Router通常呢 是當你那個筋腱 或者是筋膜呢 是受過傷的 那這些受傷 包括那個 重複性 是不是 你經常用 我叫做repetitive stress injury 重複性的壓力受傷 那通常那個感覺呢 就覺得是 就是僵僵僵僵僵得來 又好像 有點癢癢痛痛啊 好像 好像 乳傷那種的感覺 那樣的感覺 那也都好像感覺呢 就好像 手腕好像扭傷過 這種這樣的筆色的 那導致呢 那個手呢 就是沒有力 就是好像 發不了力的 有時候 捏東西啊 或者叫它 開瓶蓋啊 或者扭毛巾 它覺得沒什麼力的 那還有呢 手腕呢 是覺得僵僵的了 OK 那當時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如果叫你手去拿東西呢 它不可以的 OK 那也都有一種感覺呢 好像那種痛呢 就好像那些骨 或者手背那種地方呢 是會 會痛起來 動起來 動起來會痛的 通常呢都是因為 過度勞動 導致這個 這個 的情況 所以 雲香是一個 可以這樣說 第一線 如果什麼都想不到呢 就想著這隻 好了 那接著的第二個療劑呢 就是那個 柯姓蠟 柯姓蠟 柯姓蠟的重心呢 就是你發現 那些手指的那些筋呢 是縮了的 哈哈 縮了下去 那也有時候呢 有些人呢 是寫字 形成的抽筋的 柯姓蠟的人呢 平時都是好打不平的 就是看到不公義的時候 是特別起火的 那 那當然 那它當然 那它是右邊 右邊那邊 手指也都會麻痺 那也都有一種 那也有一種 好像扭傷啊 和手那種 那種 那種的軟弱的 OK 但記著呢 那重心呢 那條筋縮了 好像那條筋 那條筋 或者手指拋在一邊 那這個是一個 柯姓蠟的 柯姓蠟的人 平時呢 喜歡吃那些 吃那些 那些菸肉啦 喝啤酒啦 咸的食物啦 那些就一般喜歡吃甜的 那這個就是 Corsicum 這個症型啦 好了 那 那 跟著呢 就是 Culcaria Phosphoricum 那個鱗酸鈣 那鱗酸鈣呢 那鱗酸鈣呢 通常那個症狀都是這樣 就是那個 手腕的筋呢 覺得痛啦 還有呢 是怕冷啦 怕風吹啦 那很多時候呢 那手掩著它會暖 會舒服一些 那通常呢 這個跟那些骨頭啊 或者那個出牙仔 那個時候有些關係的 那怕痛怕潮濕的 OK 那這些人呢 通常呢 就是那個 年輕人比較多些 很多時候很不滿的心態 比較明顯 很多時候喜歡去旅行啦 又去找些好的地方去啊 那通常呢 這個症狀呢 都是有抽痛啦 當它動它的時候 用它的時候會差的 那天氣轉變呢 也會影響它 OK 那還有喜歡吃那些 那些 那些煙肉啊 咸的東西 還有雪糕 這個呢 就是那個 那個鱗酸鈣 這個的主要陣形來的 那你會看到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都會考慮那個人的那個 那個性格 是 就是性格這方面的 因為始終呢 性格呢 是反映那個人 那個人是怎樣 那我們有些療劑呢 是有性格的傾向 有種取向 那所以呢 我們都要利用這個資料呢 是幫助我們 去找得一個好一點的療劑的了 OK 那接下來呢 就那個 ROOSTOX 那個野角了 那野角呢 都說成了 我經常跟大家譬如呢 野角的症狀呢 就好像一個山獸的門教 OK 平時呢 就好 好山獸 好硬的 那初初動動的時候呢 就難一點的 那越動就越好的 那就是這個症狀呢 也一個正常都是的 初初手很僵緊的 但是你經常這樣堅持 動一下它 動一下它呢 那就越弱越鬆的 那通常呢 都是因為過度勞 就是勞動它 導致這個症狀 那 因為它覺得很僵緊呢 所以它平時呢 它很喜歡呢 是拔伸展那個根基的 就是經常動一下它 拿點熱水敷一下它 那它覺得整天發現 它整天都好像不安的 整天動一下動一下 要搞一下搞一下這樣 因為呢 它要不斷地動 才會覺得舒服的 OK 那還有呢 野角的症狀呢 整天發現它很喜歡吃 凍牛奶 就是要發現這個資料了 好 那接著呢 就是那個鬼琴 樹枝 鬼琴 是一個resin 一種金 那通常呢 如果是左邊 就是如果是左邊性的管管症候群 那它也都感覺到 那些肌肉好像縮了 很短了 那經常呢 都想伸展 拔那隻手的 那熱呢 就差一點的 動肤呢 就會比較舒服一點的 那這個是鬼琴這個症狀了 跟著呢 就是那個 Viola Odorata 就是那個香子羅辣這個療劑 那這個是傾向在右邊 右邊多些 還有女性多些 就是會傾向在女性多些 那這些人呢 通常呢 就是比較上藝術家的這樣的氣質 那就比較敏感的 尤其是對音樂方面 那如果有一個是女的手提琴家 右手出現這個症狀 那這個療劑呢 就很大機會就對了 是 OK 好了 那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這六隻呢 是常用得著的療劑呢 幫助我們處理這些碗管症候群 其實這個問題呢 其實都幾多人有的 是啊 是啊 這個問題呢 因為今時今日 大家都長期用了電腦 重複性的動作呢 都在手腕裡面 形成了一個壓力這樣出來的 所以 袁醫生幫我 介紹了療劑之後呢 大家家中常避這些呢 以便不時之需又避護患的時候呢 遇到的問題 立即及早醫治 不需要等到去到 痛到死死下 甚至乎聽到有些 有些的病人 就是要去做手術 那些事情 才可以說 減低的痛楚 你找到配合到適當的療劑 就應該很快 可以恢復問題解除了去的 多謝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詢關於療劑 或者是健康產品 可以聯絡我們的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 2882484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好今天麻煩你了 余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by bwd6